妻子被当面猥亵 丈夫商人被拘后赔偿近20万元 官方回应 德永州猥亵事件 让山东宾州大司女生小郑受到了很大出动 他向记者透露 去年6月 母亲魏某被邵某国当父亲面猥亵后 父亲打了他两巴掌 踹了他一脚应该是正当防卫 但是父亲不仅被拘留了10日 还赔了对方近20万 这让他情感上无法接受 博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查明 2019年6月20日中午 下午14时许 魏某开车带三人离开邵某国 在车内对魏某实施猥亵 被郑某贫见状因气愤 先是删了邵某国两巴掌 随后又用左脚踹了邵某国右腿 博新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2019年8月28日 邵某国也因为猥亵的违法行为 成立被行政拘留的5日 针对男子打伤猥亵妻子者后 赔偿20万仪式 8月28日 山东省博新县委宣传部 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 当地已成立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 对涉及情况进行全面调查